畫面中可以看到濃濃黑煙直竄天際 台北市新義區今天早上九點半 一處鐵皮紮蓋建築物發生火劑 現場濃煙直竄好幾公尺外也都明顯可見 警消貨爆馬上到場灌皺撲滅 不過卻在建築物裡頭發現一名民眾明顯死亡 另外還有一名男子被捕燙傷 送醫急救沒有危機生命 但來看當時情況 還有三男兩女 那目前這個人員的部分 除了一名男性 他因為可能有這個逃生不及的部分 目前有這個死亡之外 那其他的部分目前有一人送醫 据了解這處鐵皮建築物是一處公廟用住宅 早上九點半左右 顧名原因起火燃燒 裡頭的神桌以及雜物都被燒毀 燃燒面積約八十平方公尺 而火勢在十點十五分順利撲滅 但現場造成一死一傷 詳細的起火原因 還有待進步調查理清